我们接下来的视频,我们讲这个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 Linearly Independence 那么什么是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呢 我们如果给定一个向量组 我们说V1V2 V3V4 到VN 如果这个等式 如果这个等式 K1V1加上K2V2 加一直加到KNVN 等于0 它如果成立 仅仅只是在这个K1等于K2 也就是说所有的系数都是0的时候它才成立 那我们说 那我们就说这个SET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ce 如果说它的系数全部为0的时候它才成立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项量组它们是线性无关的 如果说 如果说它是K1有一个K1到Ki Kn有一个不一定 如果说K1或者是Ki不等于0 Ki它是从1到N中间的任何一个只有1它不为0 那我们就说它这个是V1V2到VN 这个项量组是线性相关的 我们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它是线性相关的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系数不为0 可以让这个式子 让这个式子成立 那它是Linearly Dependent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定义 那么怎么去判断 它怎么是除了这个用定义去判断以外 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说更易更简便的方法去判断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 因为这个K1V1加上K2V2加到KnVn 如果我们用Matrix乘法写出来 可以写成这是V1 这是Vn乘上一个K1到Kn 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我们看如果这个是等于0的话 这个等于0 我们就可以把它等价的写成 这是AX等于0 其中A可以写成 这是把这几个 把这几个Vector写成A的列向量 把这几个Vector写成A的列向量 那么这个AX等于0 那它只有0解 也就是说K1到Kn是0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K1到Kn都只能是0的话 也就是说AX等于0只有0解 那么也就是说AX等于0解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AX等于0 只有0解 也就是说只有平凡解 也就是说只有平凡解 Triple Solution 也就是说只有平凡解 这是我们上一次也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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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说这个V1到Vn 这个是Linearly Independent 这是我们说Linearly Independent 我们说只有0解就行了 当然说我们只有0解 对我们上一几个视频也讲了 只有0解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它的Rank正好是等于N 那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说V1到Vn 这是Linearly Independent 这个是我们从上次上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去说去已经是有两个定理 我们证明了有两个定理说明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AX等于0的时候 这个A的这个Rank是等于N正好等于它的位置 是位置圆的个数 那么它就是只有0解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当然是等价的 在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是等价的 那我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去判断它 一个相量组是Linearly Dependent 还是Independent 信息相关还是信息无关 我们通常的做法我们就是用 这两个条件去判断这两个条件的任意一个 当然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对A进行这个Role Reduction去看看它的G 那我们可以知道它的Rank如果正好等于N的话 这只有0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立体 第一个立体 那假如说V1 等于这个 3,8,7,-3 V2 等于 1 5 3-1 V3 等于 2-1 2 6 V4 等于 1 4 0 3 我们看这个 这个Vector Set 这一组向量 它是信息相关 还是信息无关 我们说它是Independent 还是Dependent 那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前面的讲法 我们就只需要去判断 它的Rank是不是等于4 因为它这个是4个Vector 我们看它的Rank是不是等于4 或者我们只看它AX等于0 是不是只有TripleSolution 当然说这两个 其实我们做法都是一样 我们只要去对它们做RowReduction 就可以了 我们把A写成这是V1 V2 也就是把这个几个Vector 写成A的列向量 那么这个是3 8 7 4 3 4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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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Reduction 那这里我们 向第一列还比较麻烦一点啊 我们把第一列还是保持不变吧 3 1 2 1 那我们 做RowReduction 那我们这只需要对它做 求它的Rank 求它的Rank Rank的话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做吧 嗯 虽然有更简便一点的方法 但是为了不跟我们以前的做混淆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做 我们先把这个不变吧 8 5 4 7 3 2 0 我们把第一行加到最后一行去 这是零 零 好 这是8 这是4 好 我们把第二行减去第三行 3 3 1 2 1 第二行减去第三行 这个就变成1 2 这是-3 4 7 3 2 0 0 0 8 4 我们还是还是做法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按照列做 就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没有最简单的数字 第一列里面没有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直接用 所以我们稍微换一换 我们这也是因为这个第二行 第二行是8 第三行是7 所以把第二行减去第三行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1 1是我们最简单的 然后我们把第一行和第二行我们先交换一下 就变成1 2 -3 4 3 1 2 1 7 3 2 0 0 0 8 4 我们再把第一行乘上-3 加到第二行去 这是1 2 -3 4 乘上-3 加上来 那么这个就变成-5 5 这是-6 那么这个是11 乘上-3 就是9 加2 乘上-3 就是-12 加1 -11 好 乘上-7 加到这一行来 加到第三行 0 -7 的话 那么这是11 -11 这是-14 -11 然后这乘上-7 这是21 加2 这是23 乘上-7 就是-28 好 00 84 那我们这里也没有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用第二列 因为这个是第一行是不变的第二列 第二列 第二列 那我们看一下 8 因为我们算Rank的话 我们只需要 做成RowH了Form就可以了 嗯 嗯 我们把这个乘上一个 我们除以-5 除以-5 那么-5 那么-5分之11 这是5分之11 那么0-11 那么0-11 23-28 0-0-8-4 好 12-3-4 好 我们把第二行保持不变 01-5分之11 11 当然也可以乘上-2加上来 可能这样子会可能被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这样子 还是还是 用这个 用1算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好 我们还是用1来比较简单一点 1 2 -3 4 我们把第二行 乘上-2加到第三行来 乘上-2加上来 这是0 这是-1 乘上-2加上来 这是- 这是-2 先-22 这是1 乘上-2加上来 这是22 所以这个是-6 好 0-0-8-4 跟我们刚才第一列一样的 我们再把第二行第三行交换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1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1 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数字就变成1了 1-1 那我们第一行还是不变 1-2-3-4 我们第二行也不变 0-1-1-6 我们把第二行乘上-5加到第三行去 所以这是-0 乘上-5加到第三行 那么这个是-5,它这是6 这个乘上5加上去5、6、30 那么这是19 那么0.84 我们再把最后一行除以8 1、2、-3、4、0、1、-1、6、0、0、6、19、0、0 这个变成1,这个1分之1 我们再把第4行、第3行交换 0.1、-1、6、0、0、1、2、0、0、6、19 我们再把第3行乘上-6加到第4行去 0.1、-1、6 那么我们再把第3行乘上-6加到第4行去 第3行不变 乘上-6 这个就是0 这个乘上-6的话就是-3 那么这个就是1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它的rank 因为已经是rho h了form了 有四个费力行 所以我们知道 rank a等于4 所以我们说V1 因为它是四个vector 它是四个vector 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这个四个vector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找出来了 好 那这是给出了这个vector的具体的表达式 我们去证明它们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么还会有一种情况 例如说已知 已知v1 v2 v3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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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我们是 a1 a1 等于v1 a2 它是等于v1 加上v2 a3 等于v1 加上v2 a3 再加v3 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我们怎么样去证明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我们就知道 k1 v1 加k2 v2 加k3 v3 等于0 k1 k1 k2 k3 都要等于0 这是我们的definition 那我们要去证明 我们就通常的话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通常是要用定义去证明 我们说它们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它只能说是k1到kn都等于0 用这种方式去证明 当然也可以换成matrix的形式 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definition来算的话 可能更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假如说是k1 a1 加上k2 a2 加上k3 v3 等于0 我们去看k1 k2 k3 它是不是全部都等于0 那么 k1 a1 就是k1乘上v1 那么k2 a2 就是v1 加上v2 加上v2 那么加上k3 那么就是v1 加上v2 加v3 v3 这里我们就是要用定义去证明 这是 k1 a1 加k2 a2 加k3 a3 等于0的话 我们回到原来的这个vector里面去 那我们把v1 v2 v3 我们单独 把它们都展开 啊 也就是说写成v1 v2 v3 的表达式 就是k2 v1 加上k2 v2 这是k3 v1 v1 加上k3 v2 加上k3 v3 这个等于0 那么我们再把几个vector全部列出来 就是k1 就是k1 加上k2 加上k3 v1 再加上k2 加k3 v2 再加上k2 加k3 v2 再加上k 这里面就是k2 加k3 那么v3 就只有k3 加k3 v3 等于0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v1 v2 v3 是linear independent 所以要使得这个等式 要使得这个等式等于0 那我们只能是它的系数都等于0 因为我们这是看到就是v1 v2 v3的一个线形组合 要它 要使得这个等式这个等于0的话 系数只能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 k1 k1 加上k2 加上k3 等于0 而k2 加k3 也是等于0 而k3 应该是等于0 那么既然k3 等于0 带到第二个式子里面 得到k2 等于0 然后k2 和k3都等于0 带到第一个式子 也得到k1 等于0 所以说 k1 k2 k3 k3 他只能等于0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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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给出它的vector的具体表达式 那我们可能却需要用definition来算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题目就讲完了 也就是说对Linear Dependent和Independent 它通常所输出的题也主要是这样 当然Linear Independent它的这个definition 我们以后很多地方还会用到 特别是讲Basis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